王阳明这个心学讲的就是嘛 就是说打坐 但是呢 好像心思能够比较宁定了啊 但是一碰到事又不行 所以他就得跟他的门徒们讲 你得在事上磨 你凡事都得在事上这个磨练 我不知道亚东 你又没有什么管理情绪的招 其实有的人适合静下来 有的人适合乱中取胜 就我觉得很 就对我来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 大卫林奇一个导演 他也做音乐嘛 其实我看他书的时候 他就跟你的说法一样 他喜欢打坐 他觉得带他到了一个全新的 怎么说 从未触碰到的那么一个层面 他可以感受特别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这种形式 都是会放大你的 比如说喝酒 有的人说 喝酒可以写出好的歌 那有的人是真的喝酒 可以写出很多歌 可是有的人喝酒就变成一个 满嘴脏话 对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放大 那个他自身的东西的 其实有的 比如说 有的人打坐会觉得 好恐惧 突然变成调动其他 没有触碰过的 但是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这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反正我是觉得 借助这种 借助某一个东西 我一直不想依赖这个 一定要放下这个 就苏东坡不是说吗 说这个佛说酒能乱性 说这个道说是酒能养性 他说我呢 有酒就学道 无酒就学佛 真好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 是不是你找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 像您做的这个行走什么 就是你可能对我来说 一个好的方式 就是你不断看到 一个更大的东西 我最近一个特别深刻的 一个震撼是什么呢 我 因为我在学一点德语 我看到一个特别长的词 什么 antax fluk 什么词这么长 我一查 是我们中文叫一种昆虫 叫浮游 就是那个 然后它德语特别长 是把它就是拼在叫一天的虫子 就这个虫子 它就活一天 然后那个诗经也有写到了 就是国风就有写到它 说它活一天的虫子 但是它就是 那个衣裳彩彩 就是它活的都是那么漂亮 然后我就想 天哪 这虫子活一天 它忙什么 它知道自己就活一天嘛 然后在想 如果说我们人啊 如果你有一个 更高的东西看着你 觉得你们在忙什么呀 你们也就活一天 你的时间在它看来 就一天你们忙什么呀 这就是古人讲的 这个也可以做正反 两方面的理解 一方面讲叫下虫不可与冰 就是只活一个夏天的虫子 你跟它讲冰 没有意义 但是这个通常就让人们会以为 就是说一个鸡怎么可以揣测 一个鹰的境界呢 但是其实反过来想 它活了这一下天 灿烂的一个夏天 对它来说也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圆满自足 是圆满自足 而且呢 比方说你刚才讲这个 这个英国有个大哲学家 叫罗素 这个罗素我就 因为我挺关心这个情绪问题 他说啊 很多时候我后来发现 我不快乐 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内观 就是他说 我总琢磨自己 总心思比较敏感的人 还琢磨的特别深 后来他觉得呢 我的不快乐 好像就是因为 我总琢磨我自己的情绪 我太注意我的情绪了 就是太注意哪疼哪痒了 太敏感了 后来他说 他有一次在一个火车站 他就试着 他就观察 每一个上车的旅客 然后就是猜测 他背着这个包 他是要去往哪个方向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说后来我给我种花的 那个园丁 那个花酱 他说我觉得他比我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津津乐道的跟我讲 那兔子昨天来了 怎么把这个花给踩倒了 我又怎么怎么把它种起来 他完成了这个 他很快乐 后来他发现呢 他说我一个快乐之道是什么呢 反而表面上看 是跟你讲的相反的 就是说注意力要向外 就注意力不要老向内 老琢磨自己这点情绪问题 就是没有出路 他说后来我发现 我这个注意力向外的时候啊 我自己的快乐 自己的不快乐 好像消失了 就不重要了 其实我为什么说 你刚才讲的又统一了呢 其实你注意力向外 等于是把你的心量放大了 就是这个世界 就所谓这个世界 它都在我的心里 我要是只对我自己越弄越抑郁 越关心自己的情绪问题 就越抑郁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有一部分赞同 但一部分呢 我在听的时候 我脑子下意识在反应啊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是因为 朝外看的时候呢 所有的事情跟你没有太多关系 对 你会保持一个 你好了和不好 跟其实跟我没有关系的 但你往内在看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是跟你有关系的 所以你会更痛苦 所以当你的注意力 朝外看的时候 你带了某种旁观性 所以外在那个痛苦 别人疼不是自己的 对对对 是这个 你刚刚说的 罗素这个方式叫转念 当他注意到自己 有这个念头跟情绪的时候 他一转移这个念头的注意力 到外部 而转移了对这个事情 放大的恐惧 但是呢 我的态度是 我想遵循一个方式 我不想仅仅通过转念 因为这不能根本解决 我想找一个根本解决的方式 就是 所有的念头和情绪 我都观察到 但我尽量练习 不放大你们 我就全部拥抱你们 他慢慢他会自己平静下来 当然这个需要不断地练习 他当下不一定会解决 就等于我一直练 这个练很多很多年 就当我发现我的 看到别人好夸杀 我就嫉妒那一刻的时候 我也不要 很多时候 我为了道德方面 我开始谴责我自己 陈坤你怎么能嫉妒别人 你不是个高尚的人 不 后面这个道德这一块话 全部放下 我只是看到我在记得 没有对错 我只是看着 过一会儿就没了 因为我很希望 往这方面去练习 反正我的嫌就没事了 就是有嫌 我就觉得这好难练 我觉得很难弄 对我 我倒是正好有个相反的感觉 这是一个小观念 我是跟您分享的 不是对的 不是的是我认为 它也很有可能是对 它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我觉得反正我 我自己就是特别难达到 但我有时候我在 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那么喜欢 出去行走 就觉得好像你的心情 会平静很多 第一个先把你换一个环境 环境对我们影响挺大的 这道山里 但是呢 我们给的要求是 不要说话 直语就要 直语 完了之后 你在这个山里走 你只眼耳鼻舌 我就把你的舌头先静直了 你当然不是强制性的 你关掉一时的时候 其他东西会 也许会增强 又放到了一个 也算是好山好水 自然的地方 但是你的注意力在呢 去觉察你的心 但这个觉察 现在只有看美人的灵性 有些人是看到心 全是看到烦恼 他就放弃了 有些人觉得 我的眼睛全部被 我看到的全是美景 他不想看心 也无所谓 这个就是 他这个本来 这个形式呢 有点因人而异 你说这个直语啊 就甭说这个不说话了 我们都有一个体会 我们去拍那个 《强强行天下》 就是因为你拍这种 这个真人秀的节目 不是24小时 都得带着麦吗 我跟一军 还有这个徐老师 我就发现了 就甭说不说话 不能说真心话 你都熬不过24小时 你知道吗 都坐车上 哎呀 说两句什么 一看这儿有个麦 是吧 到最后就是 实在就忍不住 能不能给我们摘了 就你已经觉得 很不痛快了 就是不能私下里 讲这些个真心话 怕被录进去 就已经很折磨了 而且直语 我觉得亚东 你就应该很有体会 你平常就跟直语 对 我就说你直在直语 对 反正是 我觉得 总之就是 都是麻烦 特别 就是我觉得 说也 就活着就很累 怎么都不对 你知道吗 怎么都 都没办法 所以做音乐 唯一好的地方是 你可以不用说话 算是他说的那个 状况吧 你在音乐里 去找那个感觉 有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音乐 我在北京做 做的歌 前两天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在路上 听我的音乐的时候 突然变了 那个音乐的感觉 突然变了 其实是因为环境变 像你说 我离开了 我习惯的那个部分 突然变得很轻松 其实我听那歌 像听别人的歌一样 或者说那个歌是 外地歌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突然变了一个感觉 可是 我其实我特别开心 我回到北京 都是开心的 我觉得我写得特别好 可是再一听的时候 突然发现就不对了 不行我还要改 我还要修改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我也特别喜欢到处跑 但是现在 越来越在自己的习惯里 特别害怕离开 自己的那个习惯 我也是 很害怕 就每一次让我去旅行 我都百般地推托 就是我不要去 不要去 我烦 我不想坐飞机 不想干嘛 但是去了就不想回来 没错 你只要去了 那一刻你就突然发现 一切都变了 是你无法想象的 我以前特别爱拍照片 到处拍 但是我都会询问人家 就是我可以给你拍照片吗 但很多老外都很好 他们就 当然了没问题 还给你做表情什么 因为现在太平凡 那直到有一次 我和一个中国的摄影师朋友去 他在拍一个放羊的人的时候 突然那个人就回头说 他其实是觉得 他不愿意让机器对着我 其实我理解他 那一刻开始 就从那天开始 我再也没有拿机器拍过任何人 我就不愿意再拍了 事实上我是觉得 我不想打扰他 就是这样 就是我至少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再也没有拍过 路人 我觉得我不要去打扰他 其实行走也一样 去到一个地方什么 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打扰 就总之会有很多很尴尬的东西 我之前去蒙古的时候 和一个乐队偶遇 完了以后 他们就带我去玩音乐 我们一起用那个什么 马头琴什么玩音乐 特别嗨 那多棒 嗨到最嗨的时候 那个女的倒一碗白酒 来干了 我当时就 因为我真的不能喝酒 可是他一下那个失望 就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都 都没意义 如果你不喝这个 最后这一下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觉得 好吧 就是怎么说 点到为止 我不愿意 也不愿意太过深入 就是做一个过客 特别好 那个感觉 其实当你深入进去以后 也就会发现 他其实也是不爽的 不爽的事情很多 就像我们有的朋友 就说 因为没有一个人 或者没有一个情况 能够完全如你的 如你所欲 对吧 就像我有朋友说 我看电视 有时候看一个人 前十分钟讲的挺靠谱的 我隐为知己 后来越讲越不对劲了 他不会完全按照你的那个 像你碰到这种情况 就不如自己的心了 经常有吗 比如说我以为你是这样的 我有 那这种会会觉得很很失望 我错我自己大嘴巴子 为什么呢 就成功你凭什么觉得 应该他就如你所愿 你你还没做到你自己 如你所愿呢 哎 您知道吗 就是我都没有做到 我就经常看到别人去批判别人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嘴贱 也会去跟着批判 批判回来之后反省一下 就特别想骂自己脏话 当然在某个事件的情绪里面 情绪里面还有一个马上显现是什么呢 我以前一个情绪发生了 我被他带走了 可能两天 我的变化在于从两天变成了一天 有些时候可能五分钟 唰就过了 或者是有些时候 当下又觉得那个情绪的时候 虽然还是会刻意地吞一口气 但是我觉得我对于 我一直练习觉察这个东西 慢慢开始有一些效果 像刚才您说的那个 不如我所愿 从小到大啥如我所愿过来 我想找到英语巴呢 我还想各种厉害什么的 是不是 就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个骗局嘛 像您说的 但是想要的没要到呢 我跟你讲一个事情 就针对你说想要的 没要到这个骗局对我来说 我从小长大都是想要 我想要我爸妈不离婚 我想要怎么样 我想要怎么样 我当我开始慢慢到最后 面对说我何必要想要呢 我要面对一个东西是 后面怎么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就要赞美和一个乐观的眼光接受 我去年下半年 面对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 从客观的成坤觉察 这个情绪里面我是知道 但是我又很享受 好久十多年以来 除了抑郁症那段时间 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的快乐感 就是痛苦啊 完了烦心事啊 你就跳不出来那种快乐感 你知道多么病态吗 这有说会的 我也能够这个体验 你不想出来 但实际上最核心的是 这个负面的东西 有一半是让我很喜悦的 你讲的很根本 所以我 您明白我在说 就是等于我认为 所有的情绪本身 它有两面性 对 急痛呢 实际还会带来某种瘾 对对 就某种过瘾 甚至是我总觉得有些艺术家 或者说是生命能量非常强的人 我跟你说 就是喝糖水一样的恋爱 对它来讲不够劲 不够劲 顺利很糟糕 没力度 你知道吗 这非得弄到死去活来 实际上有些时候 就像你那个嘴里长了溃疡 你舔它 是吧 它是疼吗 但是你为什么老舔它 就是好像你需要一些带劲的 这女的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我是觉得那个里头就是有种 不痛不快嘛 对 你掉到最里头 你会觉得那种痛苦包围着你 你其实觉得挺安全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没有这个 不要再附加一个概念 好好好 就是痛就是痛 痛还挺快的 要痛快 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 就像我删我自己嘴巴的 有些时候做的不对 三个哥 挺开心的 就是这么简单 就像是上次 我看那个阿诚老师写一个文章 就说这个古典音乐 他说有音乐家 我忘了他说的是谁了 他说你看 他呢 实际上后来考证出 他生前患有很严重的什么病 就极其疼痛 极其疼痛 然后他说 你再看他的那个音乐 那个弦乐 他说你那感觉像不像 是捉着牙花子 疼呢 能这么理解音乐吗 其实有时候特别相反 有时候特别相反 相反 相反就是那个作曲家的 真实状况和他的音乐 其实不一样 就跟莫扎特一样 其实莫扎特 你看他的书信就知道 他也是蛮嘴脏话的 可是音乐就是 就是天类一样 一点阴影都没有 对 有的人就是相反的 你不可以把他生活里 跟他归结起来 就是每一个人表现的 那个方式不一样 其实特别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 大家都在说情绪什么 其实我们都是过得 比较精致 比较做做 我觉得还有时间 去想情绪这件事情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因为别人不知道 比如说我爸爸 我从来没见过 他任何情绪 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没有情绪吗 他一定有 但是他永远那个部分 是不会让你看到的 当然他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艺术家就真的是不行 我觉得他要去宣献那个部分 要不然他可能 所以说有的时候 反而您刚才说的那个 我认为他刚好是相反的 就是不一定他疼痛 他写出来音乐就是疼痛的 有的时候刚好是反着的 对 那也是他的解救 是吧 也等于是他的治疗 没错 对吧 所以这人的心 就是深入海 你就说这个自我觉察 但是有没有 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 但是实际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你刚才讲 好比说你小时候 希望你父母不要离婚 对吧 那么 这个东西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但离婚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影响到了你终生呢 比如说你的对家庭的想象 或者说对于爱情的这种想象 你比如说我记得 我有个朋友 就是玩这个心理的 就跟我讲 他说 他说你的这个恋爱的问题啊 他说跟这个初恋的失败 很有关系 说白了就是一朝被蛇咬啊 十年怕警生 你比如说这就是一种影响 就永远先把自己保护好了 但是这样的话 你就很难把自己交出去啊 我是举个例子 我父母的离婚 给我的影响是 小时候就是埋怨 现在呢 又是变成另外一个阶段 是感恩 为什么又觉得 我经历过这个才能创造 这是两种概念 两种情绪概念的自我欺骗 可能我现在真正的收获是 我懒得去观察 他就怎么样我都 happy 就我希望我happy能面对 我如果明天出车祸死了 我也觉得应该的 我也不担心 并且我前段时间 经常跟我一个朋友讲说 这个担心啊 这老担心啥 有点像个轻微诅咒 现在自己给自己设了个讨 我说我不要啊 我反正要么担心 我还不如假装乐观呢 假装乐观久了之后 他会承担另外一个圈套 其实我觉得 因为二元世界啊 一样 黑夜跟白天的关系 自由跟拘束的关系 就是二元对立产生的 我只不过从这样一个陷阱 想跳到另外一个陷阱 其实我都在自己桌而已 哎呦 我觉得他这个桌呀 很 道行很深了 没有 没有 我是看书 所以 唯一的疑问是 做到没有 没有 因为呢 这确实是一种 很高深的东西 就是 人呢 你 像我们前一阵 真的去贵州 去王阳明悟道的一个地方 他就讲 就是说 人的心里 有一面镜子吧 咱们就最简单的说 就你能不能觉察到你自己 这个很好用啊 就你比如说 那个陆怒啊 你这个人 比如说像他们有时候 有一种犯罪叫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就是火遮掩了 就是那个觉察 你发现没有 只要你 比如说你说 亚东说我生气了 谁说我生气了 谁发现自己生 你觉不觉得 这里分离出一个 你 只要你知道 你自己现在在愤怒 你这个人就不会 不会失控 不会失控 对吧 你看那火遮掩的 都是这个没了 那就完全被情绪所主导 所以这个你要到最深的 这个修行上讲 就是人就待在观察自己的 那个立场上 到达最后 你像我经常拿文道开玩笑 我拿那开玩笑讽刺他 就是说这个 说就是到最后 你对你的感受 能够达到一种 没有品 没有价值判断 就比方说 他们那个到泰国那边去修行 说什么 说那个法师领着我们去 那个雨林 热带雨林里 说那个蚊子 说蚊子 盯进去了 说它是难受吗 是你概念上的难受 然后呢 你感觉它 你不要对它有贬义的 它只是有一个尖针 你觉得它刺进了你的皮肤 然后慢慢的呢 你感觉到痒 然后呢 这起了个包 就观察它 不要对它生出喜恶 我天哪 道理讲得非常高妙啊 做不到的 对 所以我就学文道 我说你是不是一回酒店房间 这个东西 我觉得太难了 这个可能古 当然古人有很多 他也观察这些东西 但人类现在可能真的是有 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 繁荣时期 大家全世界的人 不光是中国人 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 我们的情绪 都在觉得我们没啥事 可愁了 就烦恼自己的烦恼 不是 这是看怎么样定位的问题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 可能是富足的状况 追求精神 您的意思是这个是吗 都有 不不不 我就说现在 就是确实有这样一个趋势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观察 当然要了 从古至今 我们都在看我们的人心 这个事情 但是我就说 就很好玩的一个事 说在那个耶鲁大学 说开了一个课 叫快乐课程 说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 就一门课 几千个学生全去报 后来呢 开了就第一个学期 就不开了 那觉得那老师说 这课太受欢迎 其他老师都不高兴 就是你想教授快乐 结果你发现 你导致了其他人不快乐 这个事情太难办 对 你们观察自己吗 他肯定是 我问问 你们平常有这个习惯吗 我没有 我不观察自己 我很害怕观察自己 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我只您说的是 思想上什么精神上 但是比如举个特简单的例子 我在练鼓 我练鼓的时候呢 就一直练一直练 可是后来我发现 只要我拍一个小视频 我立马知道 我的那个动作是不对的 对啊 可是如果我不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觉得我一切都正常 可是有的时候一个 我当然理解 如果把它转过来 观察自己的话 我总觉得那样就会 强庆的 太理性了 我觉得我不敢那样 弄不好 可能精神分裂 分裂出一个来 我就有时候挺爱 挺爱发火的嘛 你也知道 我有一次 我们在行政下的时候 我就 有时候我们那一天 录得太长时间了 然后我就崩溃了 然后就忽然 谁再多说了一句话 我就开始哭了 停不下来 然后其实特别简单 我第二天就明白了 我就是饿了 对 就是没吃东西 就是你要是观察自己 你能明白那个原因 到底是什么 但是当时你就观察不了 就觉得 为什么那么愤怒 无边的愤怒 就你止不住 但后来 那么简单 就是你饿了 觉察是不判断的 当你生气那一刹那 你被它带走的时候 它就越变越大 你不被它带走 你也不要制止它 它会自然发现 它其实没那么大力量 它就灭了 其实脑子里 是有一个觉察系统 我给他们举个例子 你比如举个例子 来说温度计 温度计呢 它有冷有热 但是温度计本身 温度计本身是冷还是热 对 它没有冷和热 你这个比喻太好了 所以它能准确地知道 你现在的情绪是冷 对 还是热 那就好像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存在着这么一个 一个镜子 可是我们对自我 真的是有设定的 那个莎士比亚说 就始于愤怒 必忠于羞愧 就你发现没有 我发现就是 当我很愤怒的时候 愤怒到顶点 最后我回过头来想 我觉得我第一反应是 特别羞愧 就我怎么能那么生气 我怎么能 就是那么 那么失态 就是那个就是 你观察到你自己 当这个温度计 爆到一个 你不能接受的刻度了 你看见自己了 就是羞愧 那个我就是羞愧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说 它是不一定适合你自己的 但是你说它错是很难的 因为这基本上就是圣贤之道 其实咱们说了半天 圣贤之道 这基本上就是历史上 文化上所有的都讲 你自己应该反攻自问 甚至包括你看中国儒家讲这个 圣读 圣读什么意思啊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想法 对吧 没人看得见啊 但是你自己有个良知 你自己知道自己 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所以说保持着这个啊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自我实现的 或者自我管理的一个方向 你看坤哥现在把自己管理了 我没有 我现在是 不是啊 我现在最好的一个状态是 我现在比较自然了 就是就是我脾气自然显现 那就管理好了 管理好了就变成习惯成自然了 变成本能了 也调入另外一个造作里面 对对对对 咱们继续跟着这个坤哥 亚冬哥咱们行走 好 行走在自我实现的路上